头有一道桃园上将 那请问为什么桃园的所谓的立委们 来的零零星星的来 然后零零星星的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张有话 朱立伦跟金斧冲之间 现在显然是越来越不对劳 金斧冲认为要打磕压锅 但是朱立伦反对 朱立伦之所以反对 他完全着远于所谓的国会席次 那相对于在大选方面 反正交给进败处理 他国民党 他只是 只是作为一个平衡者 然后沟通两者之间的矛盾而已 那换句话说 国民党现在从党中央开始 他慢慢的注重就是地方的选举 那所谓地方的选举 讲的难听一点就是立委的息次 那之于立委怎么跟侯友宜搭配 小鸡怎么跟母鸡搭配 这个是要看进败台时间 要怎么会见这些小鸡呢 那侯友宜现在就是说原则决定 就是说对于这些小鸡 我们挂联合看板 那挂了联合看板以后 你每个人补助20万 大概就是像新台币20万 那新台币20万 你搞什么选举 你搞什么选举 那坦白说 今天的情况就是涉及到 国民党的方针 国民党 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跟柯文哲 跟郭台鸣保持一定的关系 希望争取能够合作 但是进败认为说 郭台鸣这样子拖下去 对侯友宜的民调 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那你不打柯的话 反而让柯 吃尽甜头 所以他们希望就是 说国民党能够针对柯文哲 八年市政府的政绩 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视 那市政府的政绩 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视 那这个重任是放在谁的身上 蒋万安吗 就在蒋万安的身上 那就我所知 蒋万安对于这种做法 是有点保留 那朱立伦也不赞成 但是金斧冲坚持 他说唯有这样 唯有这样 才能够把柯文哲的气焰 打下来 但是朱立伦认为 他们不必配合 民进党的做法 或者配合金斧冲的做法 认为柯文哲越打 他声势越大的话 那怎么处理 就是换句话说 党中央现在引进跟 所谓的进办之心 因为选举策略的应用 引进不能说闹得不可开交 那至少联合会议 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四方会谈 现在中断多久 金斧冲应该心里有数 那金斧冲的做法 是先顾基本盘 但是朱立伦的做法 顾基本盘永远选不上 这两者之间 经常有意外的矛盾 那这种矛盾如果冲突下去 对于大选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换句话说朱立伦 现在只负责立委的选举 你看朱立伦最近下乡 最近下乡 他很重视地方的语情 他虽然表面上是陪侯友谊 但是实质上 但是实质上 他是关切这个地方选举的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侯友谊的进办 跟党中央之间的矛盾 已经越来越确定 事实上我已经说过 就是说侯友谊 绅士他要起来的话 他的竞选办公室要打掉重链 为什么要打掉重链 原因非常简单 他的新北竞选办公室的某一些作为 坦白说很多人跟我反应 我也懒得讲 就是说 他们跟我反应的大概是有两点 就是第一点 这个侯友谊的民调究竟什么时候起来 他说竞选办公室你要划一条红线 但是竞选办公室说你要问党中央 不立的就问党中央 这个让党中央非常非常的光火 他说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往往侯友谊到了地方 请问究竟是党中央的安排 还是进办的安排 进办说那是党中央的事 所以各位去看侯友谊经常去参拜的时候 当地的你要选的人居然不在他的身边 不像赖清德还没到 一排都已经站好了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侯友谊的身世 如果不靠这些小鸡们创造的话 你侯友谊自己创造不起来的时候 请问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两者之间经常为了这些事情 这些小事在那边发生摩擦 我这边我举个例子 你侯友谊到桃园上江 那请问为什么桃园的所谓的立委们 来的零零星星的零零星星的来 然后零零星星的走 不是同进同出 到台南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 就是说能不能 你这个竞选办公室哪天打掉重点 因为竞选办公室那些人根本不了解地方的行情 也不了解地方的选情 只是拼命强调我要顾基本盘 我要顾基本盘 请问韩国瑜不但顾的基本盘 还让国民党那有外遇效果 他赢了吗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韩国瑜身世那么善的时候 国民党的党中央都压不住他 到了最后袖手环冠 然后你很多人都那个讲 在那个选到最后的时候 还讲韩国瑜赢200万 韩国瑜赢100万 韩国瑜赢50万 在那边胡说八道 我那个时候我还第一个讲 可能输120 我讲的是很含蓄的 可能输120 我在电视上面公开讲 那当然引起很多人的不快 那事后证明呢 事后证明了我对 今天的情况比韩国瑜时代还要严峻 如果进办还是用这种态度处理问题的话 我只有两个字 就此投有意